银河帝国 九 刚学 第十四集 贝勒猛然转向鸡蛋腻 冷不防地说 昨天夜里你曾经离开了公寓 是的 如果我的行动打扰到了你们的睡眠 我向你道歉 你去了哪儿 去了男用卫生间 一时之间贝勒哑口无言 这个答案是他早已认定的事实 但是他并未指望鸡蛋尼尔会主动承认 他觉得自信又悄悄地溜走了一点 但他仍旧坚守镇定 局长正在观看这场论战 他的目光在双方的身上来来往往 贝勒提醒自己 无论对方使出什么诡辩 他都绝对不能退缩 一定要坚持住自己的论点 他说道 我们抵达了社区之后 他坚持要和我一起进卫生间 但他的借口相当的拙劣 而正如他刚刚承认的 他在半夜又离开我家 去了卫生间一趟 如果他是人类 我会说这么做合情合理 道理太明显了 然而身为机器人 这种举动就毫无意义 因此唯一的结论就是 他是人类 法斯托夫点了点头 可是似乎毫无认输的迹象 他说道 实在是太有趣了 让我们来问问丹尼尔 所以他为什么要去卫生间呢 恩德比局长 轻身向前 咕弄到 拜托 法斯托夫博士 这种问题可不 你不必担心 局长 法斯托夫弯起勃勃的嘴唇 做出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 我确信 丹尼尔的答案 不会刺激到你 或者贝莱先生的 敏感的神经的 还不赶紧告诉我们 丹尼尔 鸡 丹尼尔说道 昨天晚上 伊利亚的妻子 杰西 在离开公寓时 对我还相当地客气 显然 他还毫无理由 怀疑我并非人类 但回来的时候 他已经知道 我是机器人了 因此 可以得到一个明显的结论 他是在公寓外面 获悉这个秘密的 由此可知 昨晚 我和伊利亚的谈话 遭到了窃听 否则 我的秘密身份 不会变得 人尽皆知 伊利亚告诉我 公寓的隔音效果极佳 但我们还是低声交谈 因此 普通的窃听装置 是无法得逞的 话说回来 很多人都知道 伊利亚是警察 如果大城中 有个组织严密的阴谋集团 本市大道 足以刺杀萨顿博士 他们想必 也获悉了 受命调查这件案子的 就是伊利亚 因此 不能排除 甚至很有可能 她的公寓 遭到了 间谍博述的窃听 等到伊利亚 和杰西就寝后 我尽全力 搜索那间公寓 偏偏找不到 任何发射器 这就代表 情况更复杂了 即使没有发射器 聚焦双波数 也能进行窃听 可是 这就需要 更精密的设备 仔细分析这个情况 便能导致以下结论 大城居民 只有在一个地方 可以爱做什么 就做什么 不会受到任何干扰 或者质疑 那个地方就是 卫生间 那里的绝对隐私 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习俗 你在里面 甚至可以设定双波数 其他的男士 连看都不会看一眼 伊利亚的公寓 相当接近卫生间 所以距离因素 并不重要 只要手提醒 即可发挥功能 我半夜去卫生间 就是要调查 这个可能性 你找到了什么 贝勒立刻追问 什么也没有找到 伊利亚 没有任何 双波数的迹象 法斯托弗博士说到 好了 贝勒先生 在你听来 这个答案 还算合理吗 但此时 贝勒已经恢复了自信 他答道 乍听之下 或许还算合理 不过 距离完美无缺 还差得远 我太太曾私下告诉我 她是何时何地 听到这个消息的 而这个丹尼尔 并不知道这件事 听着 我太太 是在离家不久之后 便猜想到 她是个机器人 但当时 风声早已流传了 好几个钟头 所以说 她是机器人 这项事实 不可能是从 我们当晚的谈话中 泄露出去的 虽然如此 我想 她昨晚去 卫生间的这回事 还是有了 合理的解释 可是 却带出了 另一个 无解的问题 这个秘密 究竟是何时 何地 以及如何泄露的 大城中 出现一个太空族 机器人的消息 到底是如何传开的 卑莱激动地反驳 据我所知 我们这头 只有两个人 知道这个计划 那就是 恩德比局长 和我自己 而我们 并没有告诉任何人 局长 局里 还有第三个人 知道吗 没有 恩德比 急忙澄清 就连市长 也蒙在鼓里 除了你我 就只有 法斯托弗 博士知情了 哼 还有他 卑莱又伸手一指 我 鸡 丹尼尔问道 我说错了吗 我一直 和你在一起 伊利亚 并非如此 在我们进家门之前 我在卫生间 至少待了半个小时 这段时间 我们完全不知道 对方在做什么 你就是利用了 这个时机 和你们在大城中的组织 取得了联络 什么组织 法斯托弗 什么组织 恩德比局长 几乎同时冒出 相同的四个字 北来 站了起来 转身面对三维接收器 局长 下面这番话 我希望你仔细听好 然后告诉我 能否从中拼出什么来 首先 太空城 发生了一桩谋杀案 而且 无巧不巧 刚好发生在你 正要去赴约 会见死者的时候 你看到了一具 所谓的尸体 可是那具尸体 很快就被处理掉 以致无法再做 更详细的检查了 太空族坚称 凶手是地球人 不过 他们之所以敢这么指控 唯一的依据 只是假设凶手 在夜间 独自从大城 经过乡间 来到太空城 这种可能性 有多小 你老兄 再清楚不过 他们的下一步 则是指派一个 所谓的机器人 来到大城 其实应该说 是他们坚持 要派他来的 这个机器人 抵达之后 第一件事 便是用手冲 威胁一群人类 第二件事 则是放出风声 让大家都知道 大城中出现了一个 太空族机器人 事实上 这个风声的内容 非常的明确 所以杰西告诉我 据说 那机器人 正在和警方合作 这就代表了 要不了多久 大家便会想到 乱用手冲的 正是那个机器人 而此时此刻 或许已经谣言 满天飞了 就连教母农业区 和长岛的水耕厂 也无人不知 有一个杀手机器人 正在四处游走 这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恩德比深吟着 不 并非不可能 而且这正是真实的情况 局长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没错 大城中的确有个阴谋集团 但它是由太空城所遥控的 太空族希望发生谋杀 他们希望引起暴动 他们希望太空城遭到攻击 事情闹得越大 借口也就越好 然后太空族的行舰 就会降临 占领地球上的每一座大城 法斯托夫 和和气气地说道 早在二十五年前 我们就能拿关卡暴动 当借口了 可那时 你们还没有准备好 现在万事俱备了 贝勒感到心脏在胸腔内狂跳 根据你的指控 这是个相当复杂的计划 贝勒先生 如果我们想要占领地球 它可用简单许多的方式 也许不行吧 法斯托夫博士 这个所谓的机器人告诉过我 在你们的那些外围世界上 大家对地球的看法 绝对谈不上统一 我相信 至少在这一点上 他说的 全是真话 也许直接占领地球 并不能为母星同胞所接受 也许 却有必要制造一个事端 抗借口 而且是个骇人听闻的 重大事端 例如一桩谋杀案 是不是啊 而且必须是假的 这一点你该接受吧 我希望你不会想要暗示 我们为了制造事端 真的杀掉一名同胞 你们制造了一个 酷似萨顿博士的机器人 把他轰掉之后 再将残骸 出世于恩的比拘账 既然 我们在一场假谋杀中 利用吉丹尼尔 扮演萨顿博士 就必须在其后的假调查中 让萨顿博士 扮演吉丹尼尔 正是这样 我当着目击证人的面 揭穿你的阴谋 请注意 这位证人的真身 并不在这里 所以你无法令他瞬间蒸发 而他又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能取信于大乘政府 和华盛顿当局 我们已经知道你们的图谋 我们将会有所准备 如果有必要 我们的政府会直接诉诸你们的同胞 毫无保留地揭露这一切 我就不信 太空族能容忍这种行计暴行 法斯托夫 摇了摇头 拜托 贝拉先生 你越说越不合理了 真是的 你简直就是语不惊人 死不休啊 可否暂且假设 仅仅假设而已 吉丹尼尔 的确是 吉丹尼尔 是个真正的机器人 在这个前提下 恩德比局长见到的尸体 岂不真的是 萨顿博士了 除非你认为尸体 是另一个机器人 但这点几乎说不通 恩德比局长 曾经目睹了 吉丹尼尔的制造过程 他可以证明 这个机型是独一无二的 如果扯到这个问题 贝拉以顽强的口吻说 局长并不是 机器人学专家 你们有可能瞒着他 造了十来个 这样的机器人 请别扯远了 贝拉先生 万一吉丹尼尔 真的就是吉丹尼尔 你又怎么说 这么一来 你的整个推理架构 岂不就垮台了 或是你还有其他的根据 能继续支持你 坚信这个既胡闹 又胡扯的 所谓的行计阴谋 他根本不是机器人 我咬定 他是人 你并未真正探究过这个问题 贝拉先生 要分辨机器人和人类的差别 即使是非常像人的机器人 也不必根据他的一言一行来推理 那样反倒不可靠 比方说 你有没有试过 用针 戳戳 鸡蛋尼尔啊 什么 贝拉 惊讶的嘴巴都合不拢了 这是很简单的实验 其他的实验 或许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例如 他的皮肤和毛发 看起来都不假 但你有没有试着 将它们放大来观察呀 此外 他似乎也会呼吸 尤其当他利用空气来说话的时候 但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的呼吸并不规律 有时候几分钟 根本没吸一口气 你甚至可以收集一些 他呼出来的空气 测量其中的二氧化碳含量 还有 你还可以试着 替他抽血 试着侦测他腕部的脉搏 或者胸部的心跳 你懂我的意思了吗 贝拉先生 这 这只是一堆废话 贝拉有点不安了 我可不会被你唬到 我大可试着这么做 可是你想想 这个所谓的机器人 会让我拿着皮下注射器 停诊器 或者显微镜 来研究他吗 有道理 我懂你的意思了 法斯托弹 法斯托弹 说完 望了鸡丹尼尔一眼 并做了一个小手势 鸡丹尼尔用左手 碰了碰 碰了碰右手的袖口 整条袖子的反磁接缝 便从头列到尾 令他的手臂整个露在外面 那是一条光滑 结实 而且毫无异状的人类的手臂 上面的骨铜色汗毛 无论在数量上或者分布上 都如假包换 北雷尼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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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的立场消失后 整条衣袖裂成两半 这时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 那条手臂上 在一层薄薄的 类似肌肤的物质之下 竟然呈现了一片灰蓝色 仔细一看 里面是不锈钢所制成的骨骼 韧带和关节 你想不想靠近一点 看看丹尼尔是如何运作的 贝莱先生 法斯托弗博士客客气气地问 贝莱几乎没听见这句话 因为他的耳朵正在嗡嗡作响 而且局长还突然发出高亢的 且歇斯底里的大笑 在家里面是不公嘞的 贝莱 优优独播剧场上